台東有家長發現小朋友送到了拖嬰中心 居然回家之後發現 在臉上有巴掌痕 五天之內還流了三次鼻血 監視器一掉就才發現 小孩居然被保姆就關在全部黑的寢室裡頭 甚至對其他幼童也凍粗 通報了台東社會處後 被爆出負責單位還想息事寧人 三個親戚指印就這樣深深露印在索索臉旁左側 還不止這樣轉向正面鼻孔一側流著鼻血 五天之內就流了三次 女童才一歲半看了都讓人感到心疼 保姆那邊是說是她自己捏的 然後後來我們回家的時候 就是到了晚上八九點 那個發痕都沒有消退 女童平日就在這家拖嬰中心 上個月十五號回家 女童媽媽看到巴掌痕相當痛心 立刻去掉月監視器 氣得PO文好公道 因為監視器中女兒被保姆抱進廁所後 出來就受傷了 而且過去一年多保姆都說孩子愛睡覺 但其實是把女童丟進全黑寢室 關緊閉 其他孩子不認真吃飯 還會被八頭撞桌 讓他質疑保姆根本不適任 我不知道我們的小朋友 就是常常被關在黑暗之中 眼淚忍不住潰提 讓家屬更難受的是 通報社會處以後公布門 卻要他大勢劃手 托嬰中心也態度大轉變 還打電話給其他家長說 受傷也是只是誤會 我們就是以社會處的程序來做調查 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保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我們保姆就已經讓他暫時停職 社會處立刻出面全清為高規格調查 並且事發後已將這名保姆停職 近代調查 但看到女兒去了脫嬰中心回來 臉上深深指印 已經讓家長心中蒙上陰影 記者潘正前林秀儀 台東報導 台北市行疫區發生了非常驚險車禍 來看到這位61歲的許姓小黃問獎 在行經中校登陸五段跟松山路口時 身體疑似突然不舒服 結果原本想把車子開往路邊來休息 但沒有想到卻不小心 直接就開上了騎樓 當場撞上正在騎樓聊天的兩位少年 把他們推撞上店家門口 讓路過民眾全部都嚇壞 計程車高速衝了過來 兩名學生整個人撞上店家大門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車燈照亮店面 兩名學生瞬間遭推撞到騎樓 一個人當場被撞飛 另一個人被夾在車頭和洗水槽的中間 店家趕緊出來幫忙 他當我這裡面有一個那個洗手 洗手架 好好好 他稍微變形了 目擊民眾全都嚇壞了 當時餐廳領頭還有人在用餐 但計程車卻突然撞上兩名學生 二次撞上店家 一個人在引擎蓋上雙腳騰空 另一個用雙手奮力抵抗 但是怎麼擋得過汽車的衝力 碰的一聲撞上店門 這才停了下來 這起驚悚的車禍意外就發生在12號晚間8點多 台北市中校東路五段和松山路口 原來當時這輛造勢的計程車在斑馬線前方滑行 經過帶轉區 兩名少年開心的在路口聊天 根本沒料到車子此時卻衝了過來 甚至把他們撞上店家 身體不舒服 那個司機還在吐嘛 他下車有吐喔 對 這麼一撞 兩名學生雙腳擦挫傷 61歲的健車司機表示 這幾天感冒發燒 本來想靠邊停 卻恍生開上人行道 撞上無辜少年 索性車速不快 恐怖的車禍最終有驚無限 即日台北綜合報導 也是恐怖車禍 新北市五谷區 巴生死亡車禍 當時24歲的黃姓男子開車 載著女朋友 從明義路往就是觀音山的路上來行駛 不過疑似因為路況不少 超車失控 自撞了山壁 還卡進電線桿 黃姓男友被救出時意識昏迷 頭部撕裂傷 寬骨骨骨折 至今仍然在搶救當中 而23歲的女友 這是頭骨破裂當場身亡 紅色自小客車 整輛翻覆在電線桿中央 車身損毀變形 一死一重傷 家屬趕到現場 痛哭失聲 輕輕掀開白布 不敢相信女兒出遊完 卻疑似在返家途中 失控翻車 副駕駛坐的女兒 最後成了一具冰冷遺涕 母親貪軟倒在地上 這起死亡車禍就發生在12號晚上8點多 五谷關營山上 根據了解24歲的黃姓男子 當時開著這輛紅色自小客車 載著小一歲的黃姓女友 卻在行經山路的途中 不明原因是失控自撞 整輛車翻進山壁和電線桿中央 駕駛頭部撕裂傷寬骨骨折 副駕駛坐的女友頭顱破裂 明顯死亡男駕駛 送一搶救 發現男駕駛機 利副駕駛在車內 警方立即通報 消防人員前來救援 其中副駕駛救出已無生命跡象 山路失控翻車卡進電線桿 是因為S型的道路太崎嶇 不慎失控自撞還是別有原因 都有待檢方相驗後 進一步抽血檢驗 釐清所有的疑點 記者郭仙陽 梅凱婷 SNG小組台北報導 詐騙手法千奇百怪 在台中有詐騙集團鎖定追星組 在網路上頭自稱是男明星林俊傑 不斷用甜言蜜語來蠱惑 溫柔公視取得女粉絲的信任 用親愛的來稱呼對方 還說只要匯錢 就能夠得到價值新台幣數百萬元的禮物 趁機來騙取錢財 舊女子居然拿著家裡頭的土地所有權狀 來銀行貸款要匯錢給她 有這個朋友嗎 有 你在哪裡看過 他有來副理 女子拿著土地所有權狀來到銀行貸款 聲稱要匯錢給這個朋友 引起歸台人員注意 這不是林俊傑的笑片嗎 這不是林俊傑的笑片嗎 這是林俊傑的笑片啊 訊息真的是林俊傑 真的是林俊傑啊 然後請我幫忙 遠景一看到照片直呼 這不是JJ林俊傑嗎 那明星怎麼可能要求歌迷會前 直覺根本就是被詐騙 你們怎麼認識 就我加他 你們還鼓鼻 然後加 你知道會很多人 假借 對假借他是林俊傑 原來詐騙集團假冒林俊傑 在網路上不斷以甜言蜜語 親愛的稱呼對方 還說只要匯款5萬4200元 就能得到價值新台幣數百萬元的禮物 趁機騙取錢財 他不會缺這一點點費用 他是很有錢的人啊 你就要存疑啊 遠景和銀行人員不斷勸說 但這名女子仍然執迷不悟 他是林俊傑的粉絲 以為在臉書最新社團遇到本人 因此順行不移 對方提什麼要求就照做 他跟行員表示 林俊傑有到埔裡找過他 但是這當然是虛構的啦 陳姓女子年僅25歲 獨自拿著土地權狀來貸款 本身就很可疑 所幸被警方即時攔阻 畢竟這種事有一舊有二 一旦讓詐騙集團嚐到甜頭 難保他們不會獅子打開口 記者林維智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來看高雄男子這間自助餐廳 遭離職員工爆料說 炒菜炒肉多半都使用的是回鍋油 而且有多誇張呢 他們說他們工作8個月中 除了過年 偶爾幾次有換過油之外 其他根本就是舊油加新油 甚至根本沒換 老實說老闆娘還交代 他們要炒黑色的肉類 或是炒黑色的醬汁時 要把回鍋油給一起炒掉 還說老闆自己都不敢吃 還叫他們來炒給客人吃 不過業者做出了回應說 他們是被俠韵包袱 大火快炒炒飯炒青菜 自助餐業者一早就起來備料煮菜 加上一整排有菜有肉有蛋 選擇多樣 但現在高雄男子這間自助餐 卻遭離職員工爆料 使用回鍋油 滾燙的油鍋內裡面還有炸物 但整鍋油卻黑得可怕 離職員工偷網爆料 他表示工作八個月期間 除了過年還有偶爾有換新油之外 其他都是舊油加上新油 老闆娘還有跟他說 炒黑色肉類或是醬汁的時候 要用回鍋油去炒 痛疲老闆娘都不敢吃 也不敢給老闆吃 卻為了省成本炒給客人吃 他俠韵報復 怎麼說 我不知道 我也莫名其妙 實際回到這間自助餐店 業者正在準備餐點 說離職員工來這邊做八個月 上個月離職 上網爆料是因為俠韵報復 強調他們的油沒有過期 也會當天更換 有時候中午有時候晚上會換離職 自助餐業者到底有沒有像離職員工講的 只有偶爾才換新油 而且炒的菜 連老闆老闆娘都不敢吃 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不過離職員工也表示 會爆料是因為被積欠薪水 6月份的薪水是不是7月10號來領 他也沒有來領啊 業者表示在當地已經營業超過5年 這回遭爆料 不顧消費者致癌風險 使用回鍋油 其他雙方各說各話 而衛生局前往稽查 檢測油是正常 但衛生環境有待改善 至於有沒有欠薪 離職員工也落下一句 要業者跟他勞工主見 既有吳國珍高雄報導 服飾品牌GAP經傳客戶各資外洩 有被害人才剛剛在官網上頭刷卡下定 馬上接到是有客服人員來電 詢問這衣服的品質 因為對方明顯操著大陸口音 讓被害人起疑才知道原來是詐騙 現在很擔心自己的信用卡的資訊 會不會被盜用盜刷 目前GAP已經趕緊網發電子郵件 也坦常的確有各自外洩 現在越來越多民眾 都喜歡在網路上購物 像GAP這種國際品牌 當然也有提供會員 在官方網站選購衣物的服務 但是日前卻有命婦人 她在GAP的官方網站 買完衣服之後 卻接到了一通電話 電話的另一頭 是一名操著大陸口音的婦人 她對她上一次的消費內容 遼弱執掌 因此婦人也懷疑 是不是自己在GAP官網登記的 個資外洩了 主打美式休閒風的GAP 是相當受年輕人歡迎的 國際休閒服飾品牌 在全台灣有12家實體店面 但如今卻傳出個資外洩 對方疑似是大陸人 跟她說 兒童洋裝的品質還可以嗎 不到20秒就掛斷電話 婦人覺得自己的個資肯定外洩了 趕緊告訴GAP的台灣分公司 他們也立刻發電郵 提醒會員 信件中提到 在5月底 有不明人士未經授權 瀏覽了顧客的訂單資料 也提醒會員 不要上當 創立於美國的GAP 2013年引進台灣 包括蔡依林和小S 都曾為GAP拍廣告代言 如今禁備 有新人士盯上 截稿前 GAP台灣分公司 並沒有回應 各自傳出外洩 是內鬼盜取資料 還是有駭客入侵 得等警方調查之後 才能釐清 記者潘嘉宜 陳玄 台北報導 三倍券紙本已經破千萬人來預購 等於全台灣一萬多間的超商門市 在15號前必須要消化配送 至少等同現金294.5億元的三倍券 超商業者現在繃緊神經 不敢大意 有業者就透露說 路線都已經安排好了 警力人員也會有公司內部人員來壓車 紙本券的數量因為太大 就怕這領取的民眾擠爆門市 超商現在也祭出了時段分流措施 帶你追蹤 7月15號當天 只要來到超商多媒體事務機 按下取貨案件 並且插入健保卡 就會列印出一張小白單 這個時候帶著身份證件跟健保卡 只要走到櫃台核對身份之後 就可以拿到振興三倍券了 超商領券分流時段 第一輪開放從早上9點領到晚上10點 盡量避開前三天 人潮最多的時候 超商第一輪 第二輪領勸時間最晚到月底 不用擠在前幾天 上班附近的地點 然後挑中間可能休息時間就過來 這樣的話 的確是可以避開中午的人潮 或者說下班的人潮 就看有沒有人先領取有經驗之後 再自己會知道怎麼比較領才不會拖到時間 根據經濟部統計 兩輪預購結束 紙本預訂超過千萬人 佔百分之八十六 等於四大超商一萬多家門市 需要消化配送至少294.5億元 等同現金的三倍券運送 如何防護 統一超商回應 安全考量 不透露細節 全家便利商店 強調不會安排半夜時段 配送時有人力警力護送 當腦波被控制 你只記得 三倍券數位綁定 CUSO洗腦梗 要民眾多使用數位綁定 以威脅的腦波攻擊方式 唐鳳呼籲民眾 快上業者的平台登錄 就可以完成綁定 還能抽獎 記得林維陽相與台北採訪報導 前衛生署長葉金川 上午帶著老婆開車到花東三日遊 但是沒有想到 在花東海岸公路上頭 原本想要減速來轉彎時 突然後方的小貨車完全沒有下車 就直接撞了上來 讓夫妻倆飽受驚嚇 下方對貨爆發生車禍 救護車一到現場 直接一名身穿紅衣男子 表情痛苦慢慢走向救護人員 後面撐傘的 則是他老婆一臉擔憂 而這名男子就是前衛生署長葉金川 救護人員詢問他的狀況之後 趕緊將夫妻倆送往醫院檢查 看看車禍現場 追撞了小貨車 失控衝到路旁 而葉金川駕駛的小轎車 車尾被撞到扭曲變形 車身整個凹陷 可以想見撞擊力道有多大 而車禍意外就發生在台東長冰箱 花東海岸公路上 葉金川帶著老婆來到花東三日遊 當時想找個地方轉彎 沒有想到後方小貨車沒有注意前方路況 完全沒有煞車就直接撞了上去 讓夫妻倆飽受驚嚇 幸好兩人在醫院檢查之後 除了葉金川有輕微胸悶 其他沒有大礙 只是再看看這小轎車 車尾幾乎撞凹全毀 沒有釀成更大的意外 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台東綜合報導 接下來這個也是非常驚險 高雄市的林園區 有位機車騎士當時 疑似為了超車 緊急就貼在這輛客運車的旁邊 甚至橫跨這雙黃線 變成逆向帶行駛 而且一直跟對象來車這樣擦身而過 相當危險 一路騎起來驚險萬分 最後機車擦上客運 自己摔車倒地還差點 被客運的後輪捏了過去 行車記錄其畫面中 前方一輛雙載機車往前騎 但右邊緊貼著客運車身 騎士疑似想超車加速往前 卻騎在對象車道 根本就已經逆向行駛 擔心到馬路狹窄 機車跟對象車道距離超級近 讓人看了捏了把冷汗 到了入口 騎士閃過兩輛汽車準備往右切 結果下一秒擦撞到客運車尾 機車一晃 連人帶車重摔在地 就差這麼一點 恐怕就要被客運後輪捏過 在本霞的那一路 機車持續並行於遊覽車左後方 疑似遇超車 結果兩車發生差狀 機車倒地駕駛受傷 另一個角度看 摔車的瞬間 騎士跟後座乘客重摔在地 差點就要被擰過 幸好只有輕微擦傷 氣機車行駛於道路 應循序前進並保持安全距離 尤其切入在大型車輛 視線矢角內並行 以免發生憾事 意外發現在高雄鄰園區 因為雙向道路 原本就狹窄 客運已經佔滿車道 機車決定從左邊超車 卻變成逆向行駛 邊前進邊閃車 最後害自己擦撞客運 讓警方也大呼 千萬別以為自己 離車子很遠 輕微擦傷是幸運 否則緊貼大車的行為 根本是與死神同行 記者鄧鳴崔德鑫 李承燕高雄報導 在今各界大陸貴州安順市 在之前這輛公車意外 衝進了水庫 只21人不幸死亡 現在最新事故調查 結果出爐 意外發生的原因 居然是公車司機 所乘租的公宅遭到徵收 被拆除 他所申請的公租房 還有補償都沒有下來 結果他自己心生不滿 酒後蓄意的駕駛公車 直接衝進水庫 報復社會 歸州公車墜入水庫 釀成21人不幸喪生 經警方調查 發現駕車的張姓司機 是蓄意酒駕 導致整起意外發生 警隊張某剛 屍體解剖和物證檢驗 其系溺水死亡 在其胃內容物 心血 尿液 等多剪裁中 剪出一唇 從警方釋出的公告中 也提到張姓駕駛 是先在居住的旅館附近 買了白酒 接著裝在黑色的塑膠袋裡 提前與同事交班 趁乘客上下站時 喝下白酒 隨著真相抽絲剝繭的過程中 犯案動機 也浮出檯面 張某剛來到他所成租的公房處 看到該公房將被拆除 8點38分 張某剛拨打證物服務電話 對申請公租房未獲得 且所成租公房將被拆除 表示不滿 52歲的張姓駕駛 與前妻育有一子 兩人離婚後 他曾到一間柴油機械廠工作 被分配到一間12坪的公租房 由姐姐將此屋轉租他人 直到今年6月被強制徵收後 他因為案規定註銷水電戶頭 為領取到30萬的補助款 生活不順遂 導致他心生不滿 蓄意犯案 從監視畫面中 能看到他先是把車停靠在路邊 等到對象車道無來車 他踩下油門加速 墜入紅山湖水庫 樣成21死15傷的悲劇 目前警方也正在釐清 房屋徵收的過程中 是否有存在不公 但無論如何 載著車上的乘客親身 這樣的行径 也讓罹難家屬悲痛萬分 這影片綜合報導 全台灣持續飆高溫 國建署統計7月到11號 就是已經231人 就是因為熱傷害就診 而其中男性是女性的2.65倍 其實在過去4年 男性傷害就是熱傷害人數 也比去年女性 多了至少3到4倍 三種中暑防治中心的主任就分析 因為戶外工作大多都是男性 而且很有可能男性呢 都不撐傘來遮陽 他們呼籲 政府可以鼓勵男性來撐傘來抗熱 驗陽高照 週一上午台北地區飆出35度的高溫 街頭上不少民眾撐傘遮陽 但幾乎都是女性 截至7月11號統計圈 他有231人因為熱傷害送醫 其中有190人昏厥送急診創下4年來新高 專業醫師就提醒了出門在外 稱陽傘可以有效的降低體感溫度 要去跑活動帶陽傘又很麻煩這樣子 我沒有下雨就不會習慣帶雨傘 就想說插個防曬爐應該就可以 根據統計今年7月1號到11號 男性熱傷害比例比女性多出2.65倍 而過去4年的5到10月 男性熱傷害比例也高出女性約3到4倍 醫師研判男性熱傷害比例高 可能就是因為在戶外工作的一男性居多 另外就是他們大多都沒有撐傘的習慣 那其實撐傘喔 大概體感溫度就會降5度 我在同樣的狀況之下 在外面走半小時沒撐傘的話 會滿身大汗 但是如果有撐傘走半個小時的話 就沒流什麼汗 就感覺涼快很多 專家表示挑選哪一種傘遮搖 也要注意深色傘能遮擋95%的紫外線 而淺色傘折可以遮掉70% 從傘的遮光度就能決定降溫效果 日本近年來力推日傘男子運動 專家呼籲台灣也可以推動 破除夏天撐傘性別迷思 記者陳嘉倫關上台北採訪報導 2016年底國光客運西鎮 遭北市府提前一年來拆除 而國光客運提告要向北市府來求償 最後高等行政法院判賠3228萬元 全案還可上訴 而柯文哲回應說雙方契約 原本是拆除可以不需要付錢 現在卻被判賠有點奇怪 是不是不公平條約 還會跟法務局來討論 沒有 被媒體團團圍住 台北市長柯文哲避開問題 頭也不回走進會議室 因為近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北市府賠償 國光客運3200多萬元 為的就是當時轉運站的拆遷問題 為在台北車站旁的廣場過去 其實是台北國光客運的西站 不過您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變成了台北行旅廣場 由於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2015年推動西區門戶計畫 國光台北西站遭拆除 但償還賠錢問題多 2014年時台北市府 與國光客運簽訂了 徒弟行政契約 內容寫道 只要北市府有需要 隨時都可以拆除不用付錢 原先預定在2017年進行拆除 市長柯文哲 卻在2016年底提前拆除 但法官認為有拆遷補償條例 國光客運提告求償 1億480萬元 判北市府賠償3200多萬元 全案還可上訴 看看怎麼處理 因為當時的合約是寫說 台北市政府有需要的時候都可以拆 而且不用付錢 所以如果按照法律的話 其實台北市政府是不用付錢 像這個就是有時候很奇怪 就是契約定在那裡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很為難 因為契約就定在說 台北市政府 我說怎麼定這麼不公平的條約 他說問題是當年就是這樣定 我們回去再找法務局來討論看看 面對法院宣判 柯市長並沒有多做解釋 對於是否在上訴 北市府後續將開會討論 決定是否上訴 既劉稔 鄭小璇台北報導 振興三倍券到12號為止已經完成兩輪預購 最新統計全台灣有1193萬人已經完成 預購加綁定 預估還有1000多萬人尚未來預購 現在就怕人潮會不會急報郵局呢 中華郵政緊急宣布 從13號上午開放網路還要電話預約 7月20號以後郵局領券 網路大致都很順暢 我們記者實測 一分鐘就能搞定 不過電話專線預約卻是被打包 12月30號都可以領 12月30號的任何一天都一樣 三倍券15號開放固券 民眾提前到郵局詢問如何買 不少郵局貼出公告 將設分流櫃台 提供銀法族友善專區 紓解人潮 不只如此 中華郵政13號也推網路預約 點選進去之後 它有分一個是零星預約 一個是大宗預約 如果你是五件以下的話 你就點選零星預約 如果你是要領取六件以上的話 你就點選大宗預約 那我們今天先來實測零星預約給大家看 第一步選取要領取的郵局 接著點選時間數量 記者實測網頁系統順暢 一分鐘就完成申請 但電話預約卻是 很抱歉 客服人員兼網線中 9點一到立刻滿線 開放一小時後 電話專線人在網線中 根據中華郵政統計 短短20分鐘 預約人數已經超過1萬人次 截至上午10點半 多達34800人次申請 原來因為第二輪三倍 領券預購結束 已經有1193萬人 完成預購或綁定 估計至少還有千萬人沒預購 就怕龐大的領券人潮 中華郵政13號開始 開放電話專線和網路預約 公民眾預約領券的時間 但限制7月20號以後才能領券 預約還有機卡 這個都是後續又加進來的 第一線人員當然有無所事 基層員工怒批措施快的令人措手不及 SOP都還沒通知 就搶著先開放官網預約 恐怕會加重第一線員工的壓力 中華郵政工會也拋出 加班費從寬認定 希望減輕員工的負擔 三倍捐上路大工程 每個細節都得注意 才不會引發民怨 接著彭宜德彭智華 李恩如賴曼妮台報導 好就是為了方便民眾來領取三倍券 郵局開放民眾計卡 不過引發了基層員工不滿 台灣郵政產業工業工會 舉行了網路投票 以超過就是1000票對12票的 懸殊的比例反對計卡 郵務人認為三倍券其實等同的是現金 如果任意代管的話 不但違法了金融業內控規範 甚至還有遺失賠償等等的問題 更因此他們發起不計卡不預約 不郵寄這樣的訴求 郵局我們都很信任 也可以先交付你的這個健保卡 跟這個1000元 振興三倍券將於15號開賣 中華郵政如臨大敵 日前在交通部長林佳龍都軍下 進行人潮分流演練 為了體恤民眾人太多 還開放寄卡服務 只要留下健保卡還有1000元 郵局會給一張領券的小白單 依規定時間 再來領券就可以 看似一樁美意 但對基層員工而言 可就不是這麼回事 希望說所有的郵局 都來裝扮這些戰訓件 能夠多消化掉 在7月份的這個數量的壓力 產業工會甚至在臉書辦投票 問大家贊不贊成 林佳龍說民眾 可以將健保卡現金 寄在郵局窗口 截至目前為止 不贊成有1110票 贊成的只有12票 比例懸殊 怒批有限的窗口人力 要消化排隊取見的民眾 還得處理預約寄卡作業 實在摯愛難行 甚至為獲得監督單位 金管會出面背書 寄卡預收現金 恐怕也違反金融業內控規範 第二波實體券預購結束 預購人數已超過台灣人口的一半 預估到時要到郵局領紙本券的 大約還有1165萬人 恐怕要費時20天以上才能處理好 林佳龍自取的得證 恐怕是苦了基層員工 記者余申行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桃園大園觀音沿海地帶 因為地勢含空曠 所以深夜經常有大批的改裝車 來聚集競速 桃園警方這回採用的就是口袋戰術 用這個採改裝車來驅趕到特定的地點 來團團包圍 這一回一口氣攔查了300多輛的汽機車 算算總共的查獲34件 改裝違規事項 一台機車載滿雙線車道 過沒多久全部人同時猛吹油門 加速衝了出去 這群飆車族不但有人沒戴安全帽 排氣管消音器也被拔掉 但殊不知警方早在前方布下天羅地網 團團包圍單人 下旁邊 來靠邊熄火 來 要去哪裡 都靠旁邊站 都熄火 離開 都旁邊站 有的人健壯還想趁機逃跑 但馬上被園警大聲喝釋 都熄火 都不用走了啦 全部都圍起來啦 沒事 等一下盤完 有事都會留下來啦 眼見大批園警包圍 其實也只好乖乖就範 配合警方籃箭 用牽的 第一台 來 你第一台過來 車子洗火 用牽的 你不懂嗎 一台一台 然後叫你過來好不好 先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 原來在桃園的大園觀音沿海地帶 半夜經常吸引改裝車輛聚集禁速 自耳的噪音讓府警的居民不堪其擾 危險禁速更是嚴重影響了 用路人安全 採用口袋戰術 將改裝車輛驅趕至特定的地點 一併攔查了300多輛汽機車 供查後34件違規行為 其中有6人涉嫌禁速 警方大動作歹人 讓標車組想跑也跑不掉 全都被依公共危險罪 以送地檢署侵犯 這下子想互回也來不及 記者林中正桃園報導 夏天很多民眾喜歡到海邊 不過來看看高雄這位男子 他就是去海邊玩 一邊欣賞比基尼辣妹 隔天居然眼睛一陣劇痛 就一檢查之後才發現 慘了 角膜有數百個小孔洞 而且到底是怎麼回事 視力更是退到指上0.4 原來烈日紫外線 一照射海水 折射瞳孔 整個著生角膜 陽光沾來海底 還有最顯眼最著名的地標 花瓶岩 屏東小琉球一向是夏天旅遊熱點 海灘身在攪好的比基尼辣妹 更讓人目不轉睛 但在海邊張眼看太久 居然會有市民的危險 一名高雄男子 六月前往屏東小琉球 在沙灘上欣賞比基尼辣妹 沒有想到隔天起床 眼睛劇痛求疹 結果男子的眼角膜 被發現有數百個小孔洞 視力更退化成0.4 原來紫外線照射在平滑表面 形成折射 一般常見的狀況像海盲或雪盲 會造成眼角膜受傷 嚴重更可能導致不可逆的黃斑部病變 從照片上比對 可明顯看出濁傷的角膜 眼球不滿綠色斑點 與健康角膜明顯差異 按工商也會 如果在做海邊活動的時候 都會建議一定要使用適當的保護眼鏡 最好是使用偏光鏡 會比較理想 夏天來臨 今年更是旅創高溫 提醒民眾外出或前往海邊吸水 千萬要戴上太陽眼鏡 保護烈日下的靈魂之瘡 藉城市鏈球員聽台北採訪報導 美國海軍兩棲攻擊艦好人李長浩 在美國時間週日早上突然發生爆炸 起火燒了起來 海軍表示至少17位的水手 跟4位的平民受傷 而目前這兩棲箭火勢還沒有撲滅 確切的爆炸原因還有待釐清 濃煙直竄天際站在好幾公里遠 依舊清晰可見 消防員出動多艘消防船灑水灌灸 美國時間12號早上8點半左右 海軍黃蜂級兩棲攻擊艦好人李長浩 發生爆炸意外 爆炸時兩棲箭上總共有160名船員 多人輕傷送醫治療都沒有大礙 目前所有船員都已經下船 消防局也疏散港口以防萬億 所幸適逢周末很多船員都不在兩棲箭上 才沒有造成更多人受傷 目前好人李長浩火勢還沒撲滅 消防員還在全力搶救 至於確切起火原因 還有待消防局調查釐清 好人李長浩母港為加州聖地牙閣 在1997年服役 全長257公尺寬32公尺 排水量超過4萬噸 並可以搭載約25架軍機 好人李長浩曾訪香港 並在2012年提靠日本長期線 還在2014年協助南韓試月號乘船事故 搜救工作 以及在2004年南亞大海嘯運送救災物資 不過好人李長浩在2018年 調派回聖地牙閣後進行維修 目前消防局推測 有可能是因為消防安全措施太過鬆懈 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記者孫玲報道 新北市長侯友宜 市政獲得了市民的認同 最新的美麗島電子報民調顯示 新北市民對於侯友宜整體的市政滿意度 高達80.4%表達滿意 侯友宜是為了爭取預算 前天才攔教行政院長蘇貞昌 周日她合體 綠營人氣王桃園市長鄭文燦 而且侯友宜還先虧鄭文燦爭取預算很厲害 蘇院長對鄭文燦市長百依百炫 強調新北市人均預算4.4萬元 是6度最低 不過鄭文燦立馬回說 其實桃園市預算總量是6度最低 兩人過周引發討論 被視為國民兩黨2024大熱門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桃園市長鄭文燦 7月12號一起出席活動 人牽手牽手轉身就出招 鄭市長爭取預算很厲害 尤其是夏市院長對你都是百依百勝 很厲害 侯友宜抓準時機猛虧鄭文燦 由執政黨在中央澳園 桃園獲得行政院關愛衍生最多 新北市的這個統籌分配稅跟一般補助款 是6度裡面人均值最少的 那桃園的話是分配最少的 桃園輸給台南還88億 鄭文燦接球藏在數字裡的酸度也很巧妙 兩人高來高去 2020統籌稅款和補助款 6度裡面台北市524億最多 新北404億排第三 桃園263億在六都墊底 不過攤成人均預算 桃園人還比新北人多1萬塊 首長們想爭取預算 還是當面跟隔魁蘇貞昌溝通比較快 受疫情影響行政院會改視訊召開 已經有一段時間 台北市長柯文哲呼籲 現在應該恢復院會 保留縣市首長登門溝通管道 我們疫情穩定 那市長們有表示意願 那我們就再來排 上個週末 蘇貞昌在金山衝浪基地 被侯友宜攔車 但當天最有趣的是 蘇貞昌錯把吸吸霜當成防曬乳 整張臉塗得白吸吸 不是不小心 是做到可言 滿手就倒了一把 一閃通通給它塗上去 那我也這不是照著進出化妝 我後來看你們播出影片 我才知道我好慘 一直公拍謝 蘇貞昌自豪會做事 但是不會擦防曬 記者石溫縣邵日敏台北報導 台北街頭經常發生車輛轉彎 卻沒有理讓行人出了車禍 平均一年就有800人因此受傷 以今年來說 比較常發生違規地點 就在大南路跟成德路口 還有中華路跟西藏路口 這兩個路段 駕駛的視線容易被A柱給遮擋 導致直接撞上行人 而警方也表示 駕駛如果沒有理讓行人最高 可以開罰3600元 一名富人低頭過馬路 結果小黃左轉沒理讓 車頭直接撞上 富人躺在斑馬線 一動也不動 另一名老奶奶也一樣 馬路才走到一半 就被轉彎車撞倒 整個人消失在畫面中 台北市交大統計 類似這種為理讓行人的車禍 一年平均竟然超過800人受傷 駕駛為理讓行人出車禍 在2017年和2018都造成14人死亡 而2019年11死 受傷人數卻居高不下 那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我覺得目前就只能還是 自己多小心 我都是會看清楚了 我才會過馬路 人要多注意一下行人 尤其一些老弱婦孺 他走路可能比較慢 以今年來說 大南路和城德路口 以及中華路和西藏路口 而民族西路和重慶北路 則是去年車禍多的路段之一 警方光是取締 平均一年就高達1萬件 關鍵都是被A柱遮擋 罰的金額1200元到3600元之外 那計違規點數4點 半年內如果超過6點 就要掉扣駕照一個月 過馬路要當心 行人和駕駛都要多看幾眼 別貪圖一時之快 不僅要吃上罰單 還可能撞傷人 鬧出人命得不償失 記者阿公楊麥林玉君 台北報導 到